天哪好大雨啊 哎 没想到下那么大雨 今天要住的地方 像是一个学校宿舍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改 这月太大了吧 我都想在这个亭里站一幕 如果还好算到了 走错了住的地方 但是我可以先吃饭 迫不得已 这是海德堡的中央火车站吧 应该算是 中央车站 这条街上全都是卖户外用品店的 其实不错 要不明天来逛一下好了 现在下雨我得整个早点回到酒店去 我鞋子已经有点湿了 这是我的住地方 哇好漂亮啊 是不是很漂亮 下雨天的夜晚 又不是完全黑暗 难怪哦 这边有那么多运动装备店 原来这边是有座山 大家早上好 因为我住的是这种老的木房子 就比较潮的 哇 但是对面云山五绕的 一出门 就感觉很帅 这个地方 德国它其实也是有很多山的嘛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 我不知道啊 就瞎说 会不会它和瑞士那一块 其实是连开一起 因为这边其实已经很接近瑞士了 斯洛文尼亚瑞士这边 再加上阿尔卑斯酸 一直穿到法国 对不对 甚至我不知道就是 在那个叫什么 财尔玛特那边 下面就是 意大利的那个 那块波罗米地 还是什么 那块地方嘛 可能它也是有类似的地貌存在的 就他们都有联系 而不是完全隔开来的 因为他们距离很近 可能就共享了两三片山峰山脉这样子 昨天的雨其实下的很大 但是今天就 天气还可以吧 我觉得不能说很好 也没出什么太阳 在山里就是晚上 会特别冷 相对比城市肯定会冷个一两度吧 半山里 所以昨天晚上我其实有点 睡的有点冻 因为有 就是欧洲人睡觉很喜欢开窗户 我们好像亚洲人也喜欢 对 我妈很喜欢透清天空气 但是 就在睡觉的时候还是会关窗 他们就喜欢一直开着窗 可能体热吧 我不知道 就导致我 就导致我 早上起来还是有点冷 不过还好 睡得还不错 精神满满 现在去洗衣服了 在这种老城里面 你想找一个自助洗衣店 其实也蛮难的 所以我得走一段路去洗衣服 不过呢 在这种地方 早上我在餐厅 喝咖啡嘛 就喝 比如说墨西哥的 英国来的 老哥 朋友们一起聊天 什么的 很有意思 大家可以聊不同的文化 这就是旅行的一个特点 我选择一个人旅行 是因为这样也可以在路上交一些朋友 礼品店 不买了不买了 不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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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多人他会讲英语 但是可能讲的没有那么好 或许也看到一些就是只会讲德语的人 导致 导致就是我有点语言障碍了 听不懂 雷达浪琴 Chanel 这也是要卖手表的事 那凯德巴呢 他虽然是有一部分老城 但其实主城还是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城市 他离法兰克福和司徒加特都很近 就在他们两个中间 又是土耳其餐 有很多学生见学 这个跟根特的感觉会有点像 但是他 他也有一条河 对 就是老城都会有一条河 往那边走 对 往那边走他就是河边了 那条河还蛮出名的 在河上有一座老桥 然后河对面是什么哲学之道 就是下午后去 等我洗完衣服会去看一下 也有设计 也有设计 有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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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毁灭之认 目前我看他老城其实跟贝尔根和那个山特是有点像 相对来说我觉得会更像贝尔根一点 因为他有山嘛 山上也是起雾很漂亮的那种状态 就很像贝尔根 而且下雨 当然今天不会下 所以我还觉得挺开心的 又来到一个类似于贝尔根的城 大家知道我还喜欢贝尔根 刚才那个墨西哥的老哥问我 就是说先去到的 前三名是 是什么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不知道柬埔寨 然后贝尔根算一个 然后把巴黎也算上 然后他就不理解 我说因为 因为我是亚洲人嘛 所以我觉得 哎 来卡的店呢 看一下 哦哦 哎等会我进去看一下好了 现在 现在先那个 还是办正式要紧 毕竟这个城 小城 老城其实 是很大的 而且可以全逛吧 哇 把裤子洗了 烘干 就在这里洗衣服呢 那是一定要 一个烘干 因为亮的话 它 这种阴湿的地方很难亮 它嘛 相对比较难 哇 炸鸡 这可能有错 因为早上喝过咖啡了 我就在外面再找店喝了 现在就基本逛一下这个城 就好 等会去走到河边 这个城市的建筑啊 老城区的建筑 就比之前几座都要丰富很多 有红色白色有红色 对 我不知道是特意气成这样的还是怎样 还挺漂亮 那家洗衣房呢 它是个干洗店连在一起的是一个就是个人店铺了 但它也是用米米米米米米勒的那个家洗衣机 就是老老一点 它会帮我去洗完 然后去烘干这样子 然后它收了我 9.5 over what how much 差不多吧 七八十块 稍微有点贵 但是 三小时我就不用干等在那儿 我可以自己去逛 然后等一点钟回去拿就好了 很好 很perfect 完个 我看到了哪里都 往前走就是匹斯曼广场 走过那边我就可以穿过河 到另一边去走一下子 这边开始越来越接近现代化 就是要出老城区了 到匹斯曼广场差不多就是除掉老城区 5SA 这条河好宽啊 而且很漂亮 有点像中国云南那边这种地方的地市 不知道我们就放在这个江边很近的地方 太漂亮了吧 这个地方 不错不错 我喜欢 而且你们看远处那边还有一点点阳光照在白色房子上的反射就更漂亮 我喜欢这里光 这风有点大 我感觉是不是在这就是刚才那一侧会比较好看 你看到对面的建筑 我刚才那车可能路边不太好走 看前面有一座桥 那个座就是老桥了 哦 风很大哦 完了 没单麦克风的那个东西 所以 没比大家要听到很多风噪声 先走一走 哇哦 这也太漂亮了吧 这个 是有钉打耳效应的 然后再加上武器的那种感觉 整座老城被运动 照在中 看到太阳了 太阳太阳太阳 旁边的德国小朋友他们也很激动 他们看到这个太阳的地方 确实是有点震撼 但是 因为我是说了 这谁为疲劳这件事嘛 我从那些地方过来以后 这种就不能再算是一个很夸张的场景 不然我这边整起来 这座房子算 拧了一只大蝴蝶 喊皮针腕 这怎么会有一种山中生紫烟的感觉 天呐 这个山的雾气是这样产生的吗 还是它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会有 在烧东西上的感觉 很漂亮 啊 老城 beautiful 有人在这晒 晒衣服吧 风那么大 被吹走了 很舒服啊 很舒服啊 在这边 乔边河边走 就是有点冷 就是风吹的真的有点冷 我的裤子因为刚才去洗了嘛 所以只剩一下牛仔裤 牛仔裤就会特别冷 那大家看到我就是外套就基本是同一件嘛 因为确实没有别的衣服 我必须要控制我带的衣服的量 不管在重量上还是体积上 所以导致我的外面只有这两分件衣服 里面是还蛮多的 但是大家也看不到 而且进入到天冷的地方以后呢 就只能必须每次出来都在穿外套 所以不得不大家看到肯定都是同一件衣服 by the way 应该也没有人会连看我的视频吧 公司的粉丝还是很少的 现在不够多 这在干嘛 钓鱼 出于钓鱼了 哇 这条小路真的很哲学了 难怪叫哲学小景 能理解能理解 确实还蛮有学术氛围的那种感觉 哇哦 这边太不错了吧 对面就是这种山清水秀 然后这边又是那种复古的小道 如果是春天 就绿油油 再加上好的阳光 下午 应该走在这里会很舒服吧 散步 现在还是有点冷的 春天其实也冷了 在夏天 对 夏天手应该很不错 这里的纬度 我看了一下 大约是在沈阳 大连 或许再往下一点 就山东那边的位置 这种纬度 南方人来说呢 还是有点北的 就会凉一点 而且这边不是干冷 它也是湿冷 搜 搜搜搜 物理魔法双重攻击 你还真别说 这条小镜 确实有些味道 很长 很细长 然后曲径通幽 哦 这要是有醉汗 一不小心尸土 这不就掉下去了吗 这种水冷的 可能得淹死在这儿 旁边不好抓 有疼吗 还是可以抓的 OK了 接着走 接着走 我们马上就要走到老桥了 今天就是 大部分第一视觉 沉浸式体验 逛这座老城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来海德堡 对 就是因为这个 看到那边那个城堡了吧 那就是我住的地方 我住在它下面 就山脚下 山半坡吧 这个城堡它上面有一个 说多大的 是160加伦的 那个酒桶好像是说 门票是9欧 我不打算进这些古建筑里面去看 因为据说也就这样 但我会在傍晚蓝调时间的时候 上到山上去看整座城 据说很不错 好看阔啊 这片突然就 哦还有游船 我现在对游船真的有点 有点的傻了 不行不行不行 不错 现在跑步 这地方跑步蛮好的 因为它旁边还是有这种石板铺好的 但如果在这种路上的话 其实还是稍有点难 会崴起了吧 可能不小心的话 走到这里已经可以很完整的看出 这座老桥的全貌 老桥是17世纪建造的 就是加固的 之前它是一个木桥 嗯 后来被这里的水冲垮了几次 就变成 现在17世纪可能工艺完善了吧 造调技术 就开始加固它 它这个是一个很完整的巴洛克风格呢 就蛮有代表性的 在整个德国来说都是 后面那个哲学家小径呢 也是一个完全的巴洛克风格 可以看到对面的老城 加上这座老桥的 就是这种感觉吧 就整个巴洛克建筑 挺漂亮的 真是挺漂亮的 有一说一 在这里很舒服了 其实除了我说风 有点大 有点冷以外 要是夏天走在这儿 应该会很爽 为什么会有绿色的水 就风干了吧 有点恶心 看天 我喜欢海德堡呢 单纯是因为它是老城嘛 就很漂亮 情说很漂亮 我就过来这边了 不然我本来是 应该从科隆去巴兰克福 然后去斯图加特 再慢慢一步一步的去慕尼黑嘛 我接下去 就下一站就是去慕尼黑 慕尼黑我主要是去看 那个新天鹅堡 这个大家都知道 对 然后 来这一边呢 是我的一个突然选择 就本来是没有选这边 呃 法兰克福 我们在 哥本哈根的时候 碰到台湾的朋友嘛 他们说 呃 法兰克福是因为展览城市 就它 全世界最大的展览都在法兰克福 一些商业展 一些企业展 一些工厂的供应商展 都在那边 然后就是 是一个很大的金融 不算金融都市吧 算是一个国际交流都市吧 就造成那边会很混乱 然后比较脏 而且 官邻因素有点多 他们不是很建议我们去法兰克福 所以 我就直接改到这边来了 因为苏加特是 汽车之城嘛 嗯 是奔驰博物馆对不对 在那边 还有保时界博物馆 但我没有很大的兴趣 虽然我的车 很难的对车都会有点点傻 但是 就没有说一定要去嘛 哦 这是文艺父亲时代的雕塑吗 我有这桥会比较宽 其实也挺山的 诶 能做什么 很多学生在上面参观 验雪 这草子真的不宽哦 很窄 真是有历史感了 这个青桶都已经变绿色了 这边有个低诶 一把 上游你看绿油油的一片 我感觉那边的风景会更好 游戏 有点像 呃 什么什么高地之类的 whatever 哦 这边还有座门 穿过这座门 还挺有仪式感 当年呢 这些桥有什么的 有门设计阵船的 因为 算是个关卡吧 以前可能两岸都不算是 同一个领主啊 或者什么的可能性都有 对 所以很需要这些天然的屏障 比如说河 山 这种都是 现在也是啊 就是拿他们做国庆县什么的 一个天然的分界县 亚洲人还蛮多的 哦 这边看这个城堡就更明显了 很大的一个城堡诶 很老很大 还有城墙 当然有城墙 能说什么城堡诶 这上面写什么 德文 看不懂 看吧 它被自己暂停区域 最早是追溯到十二世纪 对的 然后 哎 哎 1947年最后完工 2010年 哦 2010年 哦 哦 这跨度是真的很长 800年 800年分吹鱼的 端午空才压了500年 光下来卡片 这是二宗的 这是二宗的 M6 还蛮不贵 不会啊 M6 M6 成色不错 小盘的 小盘M6 还有冰得 啊,不冷的 這個是七枚玉吧 我以前那個七枚玉已經壞了 八枚玉,七枚玉 現在的膠點實在是太貴了 所以就 那台黑白機是不是 大盤 11D 數碼機 數碼機 反應很棒 COME ON 這個 是用四周圈 明顯是很漂亮的 反應路是一樣的 看你的照片 查了 在 溫中 哦,其實還是有些零多人來這裡的 好 好 一起去吃 洗完澡以後 不想動了 下午就在酒店待著檢視頻算了 不出去 好爽 足夠 大家可以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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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